探索活动 电镀 哦 红铜色的餐具真好看呢 很漂亮对吧 不过只有外面一层镀上铜而已 这样既美观也能避免生锈呢 真有趣 是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像这样镀上其他金属呢 嗯 不如就来探索 看看哪些东西适合电镀吧 在250毫升烧杯中 加入硫酸铜溶液约8分满 用导线将铜片接至电池正极 自备的导电小物品则接至电池负极 再将铜片与小物品放入硫酸铜溶液中 观察小物品的变化情形 注意 导线不要接触到页面 等待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负极的物品为导体 表面会出现一层红棕色的铜 接着将小物品换成塑胶接至电池负极后 同样的步骤再操作一次 同样观察小物品的变化 以及注意导线不要接触到页面 可以发现 如果自备小物是塑胶一类的绝缘体 则会因不能导电 无法使铜成功镀在表面上 从以上活动 我们可以知道 物品需要具有可导电性 才能够利用电镀法 在物品表面镀上金属 中文字幕提供